新闻一开始我们先带大家关心的是旅游圣地清静农场 周边的民宿到底是哪些违法甚至可能会面临拆除的命运呢 今天内政部长李鸿源就公布了清静民宿的调查报告 115家业者当中有7家是非法的业者被要求立刻停业 如果在一个月内没有提出相关的申请政府就会动手拆除 不过呢被点名的民宿被要求停业的原因 跟他们是不是位在高危险地区其实是并没有关系的 而是这期间业者根本就是没有经过合法登记的非法民宿 内政部跟南投县政府都表示因为灾害前世图 目前没有法源只能够参考不能作为处分的一举 清静地区到底有多少危险民宿 内政部完成灾害前世图套叠 初步区分为优先处理区和加强保育区 其中完全位在优先处理区的民宿共有两家 就是这边所讲的丰丹白鹿跟这个清静阳角村 阳角村乡村民宿 这两家是完全没有做任何的登记 所以他交通部是认定他不是民宿 这两家我们会请南投县政府优先来处理 不过未登记民宿本来就是不合法 无关地处位置风险高低 内政部和南投县政府最后决议 将清静阳角村民宿 丰丹白鹿白鹿白鹿雄屋等七家未合法登记民宿 通通公布并且立即停业 我们通通知道限期改正 平常都会要求一个月内提出申请 那如果将来补照没有办法补照的话 他就是要拆除的一个标的 要求立即停业 不过业者只要在一个月内提出补证申请 并且完成改善就可以就地合法免于拆除 虽然这次公布在害潜事图套叠 但是最后开洒的理由却是 未合法登记跟国土保育没有直接关系 那这个部分经济部还没有正式公告 还没有正式公告 所以我们现在是认为说 他随等位置在里面 那目前没有正式公告 没有法的意气去跟他拆 所以我们回归到民宿跟建筑的管理 用这样来处理 整段接战国土和违法开发 内政部一度大张旗鼓 但结果公布只有立即停业 并非立即裁除 前进问题盘跟错阶 内政部处理起来格外小心 有灯TV陈泽民李王轩台北报道